这个织完了 然后现在来收第四十针换主线 把这个灰色的线压到下面啊 然后把主线灰色的线拉上来 好,第一针织下来 挑一针织三针 再挑一针 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又到中间的这个 正中间的这个位置了啊 继续收针 这边收针就是 把这一针挑下来 然后这前面的两针并一针 两针并一针 然后后面中间的 这正中间的两针织掉 一 然后这边的两针收掉 第一针挑下来 然后第二针织过来 然后后面一针套过来 1,2,3,4 好,这边就是1,2,中间又是4针 挑一针 1,2,3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边两针收掉了 现在就是中间是1,2,3,4 然后旁边是两针浮线 大家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地方准备收针的时候 也是中间四针两边各一针浮针 现在就是四针一个循环 就是收四次针一个循环 收四次一个循环 收四次针之后就会到了最开始 需要收针 第一次收针的那个位置啊 后面就按照这个次序 如果你前面忘记了 那你就倒回去 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收针的那个再看一遍啊 挨个步骤一个一个的看一遍 后面每次收针 就是按照那个一步两步三步四步 这个值多了 挑一针 1,2 1,2,3 挑一针 1,2,3 挑一针 1,2,3 就这四次针全部收完了啊 后面继续收针 然后收针的步骤 还是按照一开始的一次 前面的四次一样 每一步按照每一步来啊 大家如果织的熟悉了 就会懂得这个规律 就是怎么收 每次就是换线的时候都需要收针啊 不管是主线还是副线都要收针 然后再终一步 好 这一圈织完 然后再反过来织反针 再看一下 织反针再把它织一圈 还是用主线织 织反针织 好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 反针把这一圈织完 然后后面收针 我就不跟大家一起录制了 因为录制的话 视频会特别长 只要大家按照前面 主要的收针的方法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就是教了四次收针的方法 大家后面就继续按照 这个收针方法就行 到时候后跟的这个地方 后跟也是需要收针的 就是四个杠 主线的四个杠 就是这个是一个杠 大家看一下 我一开始这个鞋头的地方 已经说过了 这个是一个杠 两个杠 三个杠 四个杠 就后跟的这个地方 四个杠收一次针 为什么要收针 因为这个地方有斜坡 就是你收完了之后 这个鞋型会更好看 然后穿鞋的时候 也会比较跟脚一点 这样 大家就按照 我这个方法继续收针 到时候到后跟收针的地方 我再教大家 谢谢大家